好想听圣经 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 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人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各类的走兽 飞禽 昆虫 水族 本来都可以制服 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 是不止息的恶物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我们用舌头送在那为主为父的 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送在何咒诅 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 全员从一个眼里 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我的弟兄们 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 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潜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 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 就不可自夸 也不可说谎话 抵挡真道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 乃是属地的 属情欲的 属规模的 在何处有嫉妒纷争 就在何处有脚乱 和各样的坏事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 柔顺 满有怜悯 多结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并且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种的异国